160 證券時報 機構人士認為市場抗風險能力增強錯殺 各股投資價值顯然 2015年7月10日要問 A.02 呈單證券時報記者呈單在市場各方參與者的維穩行動下 A. 股市場昨日演熱了深幅下跌之後的絕地反彈 有機構人士指出 資本市場的抗風險能力正在增強 A. 股將在結構性行程中醞釀改革和轉型的投資格局 低股值藍籌以及具有真正業績支撐的各股投資價值已經顯露 後期市場將回歸價值投資 6月15日以來A. 股脫離了基本面因素 經歷劇烈調整單邊下跌 進而有發恐慌 自6月27日晚央行降式和定向降準以來 監管城、行業協會、金融機構等市場各方 紛紛以實際行動維護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的發展 直至7月9日A. 股一改此前下跌 頹小、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全線飄紅 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策略師孫健波認為 資本市場的抗風險能力正在增強 當大部分股票遭遇非理性拋售 有價值的個股大面積被錯殺 中長期投資價值也開始湧現 同時 在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偏重的大背景下 市場整體資金面充裕的狀況並未發生實質性改變 孫健波分析 利率市場化改革將導致中長期沒有風險利率向下的趨勢長期延續 與此同時 居民大內資產從房地產向證券市場轉移的再配置過程也將長期延續 從中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 我國的資本市場資金支持充裕 6月份 C.P.I. 漲幅為1.4% P.P.I. 同比下降4.8% 通脹風險並不存在 流動性政策不會逆轉 此外 包括證金、匯金、保險等各路資金紛紛入市 養老金入市在職 原先突空的資金也在摩拳拆掌 青島市大摩投資資訊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成武指出 流動性充裕的條件下市場其實就是一個循環 大口不必過度解讀 宣建波指出 在流動性寬鬆的宏觀背景支持下 監管曾嚴厲打擊惡意造空穩定了市場信心 同時 中國經濟改革轉型正在進行中 深化改革的基本時代格局沒有變 各方呵護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態度是明確的 維護資本市場穩定運行的決心也是堅決的 股票市場上漲的中長期趨勢沒有改變 北京中方信負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松也提到 短期看 經濟增速有望足底企運 中長期看 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再增強 將為中國股市長期慢牛行呈墊定堅實的宏觀基礎 全面改革紅利繼續釋放的趨勢將為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打下堅實的制度基礎 未來權益投資需求將保持穩健上升的態勢 大國崛起 產業升級以及大撲平 萬眾創新都離不開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的戰略地位將更為重要 對於後市 孫健波表示 市場向慢牛切換過程中 波動和震盪市必然的 當前互深300動態市盈率是14倍 中小版和創業版估值也基本進入可接受的估值區間 深幅調整無疑為長期理性投資人帶來優秀投資標的的機遇 理成無分析 經過這一輪的充分調整 之前依靠講故事 純概念炒作的公司被打了下來 並且從近期市場的走勢中可以看到低估值藍籌 以及具有真正業績支撐的股的抗跌 許多公司的投資價值已經顯露 後期市場將回歸價值投資 建立新的估值體系 對於質地優良的職優股不應失去信心 在近一個月的急劇回調中 很多個股價格下跌超過50%甚至超過70% 風險得到極大釋放 深圳市中淨投資資訊有限公司分析師 萊爾表示 不少企業的股東和經營者已經對企業表現出極大的信心 開始大比例增持公司股票 而萬科為例 作為房地產龍頭企業 拿出100億真金白銀 回購公司股票 顯示了對公司未來前景的堅定信心 萊爾表示 從歷史規律看 帶股東買入或增持股票 是公司股票價格低於其價值水平的重要信號 正因如此 匯豐 高盛等海外投行已經開始看多 A 股 李承武表示 此次調整對於投資者來說 是一次難得的風險教育 讓剛進入市場的人認識風險 敬為風險 增強風險意識 豐富了投資者的投資經歷 是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 投資者不能因短期恐慌而影響改革的信心 要適當 適度 適時調整心理預期 要放眼長遠 不因短期的市場波動而過度悲觀 更要理性看待投資 避免暴漲暴跌帶來傷害